张总,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张总,您不是说每个人完成业务,奖励五千块钱吗? 可是我们小组总共二十个人,怎么就奖励了五万块钱? 我已经跟财务对接过了呀,给你们打了十万啊 那为什么我只收到这五万块钱? 那这个钱是谁给你的? 是王主管给的 王主管,来趟我办公室 张总,您找我啊 上个月,市场部的业绩完成得非常不错 我答应给他们二十个人,每人五千块钱 为什么到手只有五万? 我给他们发的就是十万啊 那他们说,为什么只收到五万呢? 那五万呢,凭空消失了吗? 我给你发的就是十万,你跑这儿闹啥闹 可是,我就收到五万啊,我不知道领导找谁啊 小白,你可别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从农村带出来的 可是,一码归一码,我也一直在报答你啊 再说了,这个钱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行了,你的意思是,你把他从农村带出来 你就要吃他的钱吗? 你也别跟我说,你给了他十万块钱 我从你的表情中就能看出来,你再说谎 你现在可不得了了 从基层一步一步升到了祖馆,学会吃回扣了 那你告诉我,这五万,是你贪污的吗? 那个钱,是任经理给我的 喂,任经理,来趟我办公室 赵总,你找我啊,什么事啊? 我答应,市场部完成业绩好,每人奖励他们五千 那钱呢? 我奖励了呀 小白说,只收到了五万,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总,没有我,拿来的市场部 再说了,我是经理,拿一点不行吗? 他们一个月,一两万的工资呢 我拿这么一点,已经合给他们面子了 再说了,现在的工作多难找啊 咱们这,又不忙,还挣得多,是吧? 任经理,你拿的是一点吗? 你拿的是人家的一半啊? 张总,我可是经理 多拿一点,不过分吧 不过分 上梁不振,下梁歪,层层苛扣 苛扣到市场部,剩下什么了? 就剩下这点渣了 是,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但是,没有他们,你们的业绩从哪里来呢? 好,到现在,你们还是理直气壮 你们不是,喜欢钱吗? 基层员工辛辛苦苦赚点钱,全被你们科扣完了 难怪有那么多人离职 我一直不知道原因 我一直认为,咱们公司的福利、待遇都很好 如果不是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我仍然被你们俩门在鼓里 我现在要求你们俩,把所有科扣过的工资,全部给我拿回来 要不然,我真能把你俩送进去 还有,你们不仅得把科扣的钱拿出来 而且,每人罚五万,打给市场部 啊,为什么呀? 凭什么? 为什么?凭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科扣工资,那是违法的呀 我限你们俩三天之内,把科扣的所有的工资都给我补回来 赶紧出去! 三十冰空,欲望在余火中 澎湃汹涌,灵魂怎能不仰不通 就让狠独的风,一扫而空